今天给大家分享猫咪的训练 一、与幼猫沟通 一旦主人为他取好了名字 就一直反复地召唤他 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这是在叫他并回应主人 平时一定要尽量保持语气和语调的温和、平缓 只有在他不乖的时候主人才能用严厉的声音对他说话 对于这个还有些胆怯的新成员要努力给他营造一个充满爱的氛围 二、纠正猫咪不良行为 当猫咪淘气搞破坏时往往是他们感到无聊的时候 这时他们急需找一些东西玩 如果这时主人没时间陪他 主人可以给他一些玩具或把他放到猫耙架上让他自己玩一会 千万不要大声地斥责他因为用猫对于音调异常敏感 一个简单严肃的不就足以制止他了 三、猫咪抓挠行为 主人可以为猫咪准备一个猫抓板来让他宣泄 通过玩具的引诱或在上面涂一些薄荷来吸引他多用猫抓板 养成习惯的话家具就能免遭他的魔爪了 四、有猫的猫砂训练 在刚开始训练的时候隔一小时就把他放在猫砂盆里 过一段时间他就能学会 也许一开始他会很排斥但一定要有耐心 五、纠正不良猫咪排便行为 如果用猫在猫砂盆外解决了排泄问题 主人可以用纸巾将排泄物包裹起来并放进猫砂盆里 然后将幼猫抱进猫砂盆轻抓他的前爪 叫他掩埋自己的排泄物 训练猫咪一定要有耐心做的好的给予奖励 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猫技巧关注我 带你一起成为一名合格的铲屎官 最后记得双击关注 么么哒